在這個back Friday來說 是比較難部署的 因為疫情之後 人們就會比較推薦到實體店 而且他們會怕什麼呢? 怕你的貨品 其實又會怕未必那麼長順 所以就不像你之前說 你看著那個網上零售的時候 可能電商股會有機會炒作一下 但今年來說會比較波動一點點 這點是大家要注意的 不過像以前一樣 你看著網購的數據 很多時候會去沙巴星期 然後去back Friday 其實亦都很流行 但今天來說 我覺得是會有些分別的 你看回一些 可能有些百貨公司 Macy那樣 今年來說 其實表現也不錯 也因為那些人會願意 去走多實體店 因為會長久 他們亦都有一個策略去捕捉 他也會做多一些網上零售方面 這些就是值得注意的 是的 试试 试试 试试